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个茄子 番茄的茄 茄这个字的国语注音是 茄二生茄 七爷茄二生茄 茄是茄科植物名 属一年生草本 高约两三尺 有椭圆形的护生叶 开紫色的花朵 果实呈长圆筒的形状 有青色白色或紫色 尤其以紫色为最多 可供食用 俗称茄子 又名洛苏 番茄也属于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 其果实为扁圆形 成青黄色 成熟之后变成红色 含丰富的维他命C 因为番茄原产于南美 所以称作番茄 又因为它的外形很像柿子 所以又叫西红柿 茄又念加 国语注音是 姬丫家一生家 家是指荷花梗子而言 根据尔雅释草篇记载 和福渠其精家 雪茄则是一种外国制的卷焉 是由Siga音译而来的 所以茄字的应用也随之普遍了 与家字同音的还有这个逐步的家 国语注音也是姬丫家一生家 这个家字是月起名 最早是由芦叶卷成的 但是流传下来的却是木管 有三个孔两头有脚 末端桥起而张口 长有二尺四寸 又称为胡家 据说是老子入西戎所造 又有人说是汉朝的张迁入西域所得 如李玲的达苏武书中有 胡家互动木马悲鸣的句子 最后要强调的是 茄它这个字有两种读音 如茄字雪茄 而胡家跟雪茄的这两个家字 虽然音是相同的 但是在写法上 胡家是多用竹部的家 雪茄虽然是一音 但是多写成草部的家 所以我们在念跟书写的时候 要特别的注意 今天节目就介绍到这儿了